多元宗教团结与世界和平 2005年 我第一次跟马来西亚前首相 马哈迪长老见面时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 这是法斯 听说你走过很多地方 也认识不少国家领导人 你看 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 他问的时候 面孔很严肃 很沉重 他做了22年首相 任期这么长 很少有 问我这么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世界 还能不能有和平 都产生怀疑了 有这个疑虑的人 不止他一个 我见过很多 当时我告诉他说 和平可以实现 冲突能够化解 只要你把四种事情做好 问题就解决了 他问我 他问我哪四种 我说第一个 全世界 国家跟国家 平等对待 和目相处 第二个 正当与正当 第三个 族群与族群 第四个 宗教跟宗教 这四个 都能做到 平等对待 和目相处 天下就太平了 他听了之后 坐着围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大概 停了五六分钟 我接着告诉他说 这件事情是难 非常艰难 非常记住 但是如果从宗教下手 就可以做到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信仰宗教的人 比不信仰宗教的人多 那如果宗教能团结起来 平等对待和目相处 它会影响族群 会影响政治 会把安定和平 恢复过来 我这个话 马哈迪长老 听了很高兴 第二天 他邀请我参加 他在吉隆坡 举办的 波达纳世界 和平论坛 并且邀请我 发表谈话 为什么 我对宗教团结 这么有信心 因为 我在这之前 从1998年 到2001年 在新加坡 住了三年半 把新加坡的九大宗教 团结成兄弟姐妹 一家人 对新加坡的社会安定 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政府非常欢喜 当时 王廷昌总统夫妇 对这个事情很赞叹 王廷昌去世之后 接任的 那单总统 也很喜欢 很赞叹 新加坡 新加坡有个宗教联谊会 是全世界第一个 出建 以出建宗教团结 为宗旨的组织 好 好 好